現在開始 有請技術官員入場 現在介紹該名本場比賽的執行總裁判和發明員 執行總裁判 男子相 丁麗麗 國際體 女子相 余曉光 國際體 發明員 男子相 李立新 國際體 女子相 康麗 國際體 請團員就位 觀眾朋友 泳迷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在山東青島國際體育中心游泳跳稅館 為大家帶來的2021年全國游泳冠軍賽 及東京奧運會游泳項目選拔賽的賽事直播 今天進入到為期九天的比賽的第八個比賽日 在今天上午呢 將為大家帶來六項比賽的直播 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觀賽 我們還是特別邀請了游泳項目的世界冠軍吳鵬指導 與我們一起來關注今天上午的賽事 吳指導您好 吳鵬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上午呢 將共將決出四個單項的冠軍 同時還有兩項半決賽 按照競賽順序 將是率先進行男子100米蝶泳決賽 女子200米揚泳的決賽是第二個比賽項目 接著是女子800米自由泳的決賽 男子和女子50米自由泳半決賽 最後一項為男女混合接力 四乘100米這個混合泳的接力項目 還是請吳指導來為我們大家前瞻一下今天上午比賽的看點 好的 今天上午是先是連續三項決賽 分別是男子100蝶 女子200蝶和女子800蝶 那麼100蝶的話應該說競爭會很激烈 通過半決賽看還沒有選手能打一標 那麼半決賽第一的孫家俊呢是 他最好成績是超過一標了 所以今天在決賽當中他自己也是非常希望能夠下一巴巴擊衝擊 那麼女子200蝶呢也是在半決賽之前 還沒有選手打到A標 那麼決賽當中包括小將王家英 包括彭旭偉 劉雅欽 都是具備向A標衝擊的這麼一個實力 那麼女子800字呢確實是競爭 可能主要集中在李兵傑和王簡佳之間 所以作為我官員來說也非常期待這場決賽的到來 上午的看點還是非常多的 我們逐一為大家來進行點評 率先進行的男子100米蝶用決賽已經 選手們已經入場了 在這裡也介紹一下 八道是浙江隊的李朱豪 半決賽成績53秒82 一道是好運來自江蘇四方 半決賽成績53秒76 七道的沈家豪是來自浙江 半決賽成績53秒63 二道的張周健來自浙江 半決賽的成績為53秒57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六道的陳超齊來自上海浩沙 他的半決賽成績為53秒42 五道的陳俊兒來自廣東 他的半決賽成績為53秒11 四道曾家駿 四道曾家駿 半決賽成績為52秒45 另外還有三道的紅金拳來自浙江 他的半決賽成績為53秒35 該向我們的奧運A標成績為59秒 為51秒96 當然從半決賽的成績來看呢 還是 選什麼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他孫家駿52秒45是最為接近 是的 畫面中的是全國紀錄保持的李朱豪 這次比賽也是他的復出之戰 但是 從現在包括在之前的200疊 包括在100疊的預賽半決賽當中 感覺他的整體的狀態 跟他巔峰的時期 還是有比較大的一個差距 還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恢復 好比賽開始了 出發後死到的孫家駿是 搶到了 領先的位置 領先的位置 成俊兒 追得很猛 還最後十米十五米 十米 領先保持住 我們看三道選手也很快 51秒97 51秒97 有點可惜啊 A標是51秒96 差了0.01 我們好像在轉播聲音中也聽到選手們的交流 也說到0.01這個時間 少有點遺憾 不過已經是在早間遊出這樣的成績也很不錯 第三名成俊兒 廣東 52秒87 您看您觀察他們的遊程當中 這個給我們那些疊勇選手們也提一提建議吧 感覺他們今天的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都是正常發揮吧 這個 應該作為上午來比的話 可能也是 最好成績了 包括 差0.01打一標的陳家駿 包括獲得第二名的紅金拳 也是 這個接近 自己的最好成績 應該說還是一個正常的發揮 但是確實 現在這個項目 整體水平和國際 這個泳攤的男選手 下午停的話 還是差距挺大的 所以 回去繼續努力吧 這個 都還是年輕運動員 還有提升的空間 是 這個項目要有競爭力的話 至少是要游近51秒 是的 來來看一下女子200米楊勇的決賽名單 大家 大家關注的 彭旭偉 王家音 劉矮欣 在345到 你看看 謝謝 來 我 練習 立場 的 女子200米洋勇决赛 有请运动员入场 运动员介绍 八道同龄 浙江队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 参加女子200米洋勇决赛的八位选手 八道同龄来自浙江队 半决赛成绩2分15秒37 一道李源 来自河南周克 半决赛成绩为2分15秒26 七道刘依文来自上海浩沙 半决赛成绩为2分14秒91 二道刘海云来自山西爱飞鱼 半决赛成绩2分13秒24 六道万乐天来自江西爱沙 半决赛成绩为2分13秒22 三道三道山东浩沙的王家音 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年轻选手 半决赛成绩为2分12秒61 五道刘亚欣来自浙江队 五道刘亚欣来自浙江队 半决赛成绩2分11秒38 四道来自湖北浩沙的名将彭旭伟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 已经拿到了女子100米洋泳的冠军 半决赛成绩为2分11秒35 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是由美国名将史密斯里根 保持的2分3秒35 亚洲纪录及全国纪录 都是由中国名将赵晶 保持的2分06秒46 是由美国名将军录 比赛开始了 我们的中间奥运会A标成绩为2分10秒39 从半决赛运动员们的表现来看 我们的距离这个A标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彭许伟的2分11秒35是最为接近 当然这个项目是不是这个 您看现在这个项目我们欠缺哪些呢 因为这项目我看了一下 赵金的这个亚洲记录还是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距离现在已经10年了 是的这个项目应该说这些年 彭许伟当时早些年冒了一个头 然后包括刘亚欣也拿过几年的全国冠军 但是都离赵金保持的记录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那么像几次大赛呢 也有这个进入决赛的一些表现啊 但是再往上就没有一些更好的这个突破了 所以我们看看这些小将能不能给这些前辈再有些压力吧 刘亚欣今天有的很好啊 今天上午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8秒26 彭许伟9秒75 都又进了两分十秒 而且8秒26应该也是刘亚欣 这些年来这个最好的一个成绩 刘亚欣 彭许伟都在这个项目上达到了奥运A标 我们恭喜刘亚欣 彭许伟王家音获得该项目的前三位 吴贝号山 2分09秒75 第三名王家音 山东号山 2分10秒87 我们再通过慢进回放 来欣赏一下运动员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 杨泳这个泳姿啊 也是一项非常优美的这个泳姿 而且选手们是背向泳池来进行比赛 其实有时候也挺好奇的 大家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他是唯一可以看到天花板的这个泳姿 大家在游的过程中都在想些什么 我也是很好奇 看一下选手们的道边 之前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洋游项目的 因为是有这个出发线的帮助 在道边的时候还是会有 主要是靠感觉和靠训练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 今天上午的决赛的成绩呢 是明显好于他们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 所有选手几乎都是超过了自己半决赛的成绩 接下来将进行的是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决赛 来看一下 今天礼宾节王简佳和将会有一个 在中长距离项目上的再一次的直面对决 400米和1500米的冠军 争夺800米的金牌 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参加决赛的八名选手 八道郭瑞宁来自河北太华 预赛成绩为8分36秒69 一道余卓轩 河北太华 一道余卓轩 河北太华 预赛成绩8分36秒43 七道广东队的汤姆涵 预赛成绩为8分35秒66 二道马永会 来自河北太华 预赛成绩8分34秒32 六道李嘉平 广东队 六道李嘉平 广东队 预赛成绩8分33秒70 三道 王简佳和 来自辽宁浩沙 预赛成绩为8分32秒83 五道来自辽宁浩沙的侯亚文 预赛成绩8分30秒92 四道李宾杰 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来自河北太华 预赛成绩为8分30秒56 预赛成绩8分30秒 女子800这个比赛的前瞻啊 我也说到就是说可能实力最强的还是李宾杰跟王简佳和 当然也不能小看像侯亚文和汤姆涵 都是在中场距离自拥有非常不错的实力 那么从两名最强选手的这个教练当中 一位呢是本届比赛的这个400名自拥的冠军 一位呢是1500名自拥的冠军 所以在中间的800字 究竟录死谁手还是挺有悬念的 而且两名选手又是相邻的涌道 两个人可以比着油啊 也很能叫上劲了 当然这个比赛赛程还是比较长的 14个 14个转身 当然相较于1500米的话 这个的油程当中啊 大家的节奏还是会快不少 对 我们看到第一版 这个王典佳和和李宾杰已经突出重围啊 形成了第一集团 一上来就开始发力啊 也是其实早间也是在今天早间也是展现了两个人 现在的经济状态应该还是不错的 对 因为从能力角度来说 肯定是王典佳和现在的这个有氧能力 军的能力更强 但是速度感 包括这次看李宾杰一百字也进入到决赛 就是速度上面肯定是李宾杰更有优势 所以这次比赛呢 就是说这场比赛呢 所以就是说呢 王典佳和肯定是希望能够在前期尽早的确立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优出去就非常积极啊 就领优 那么作为李宾杰如果说这个项目啊 想有所这个表现啊 甚至要击败王典佳和的话 就是一定要在前程尽可能的跟住啊 王典佳和 这种相持的这种事态能够维持的时间越久越好啊 那么真的比如说到了最后一百啊 或者最后五十还能咬住啊 还能齐头这个并进 那他获胜的机会就很大了 但如果说前面跟幕主王典佳和的这么一个节奏 速度 那么这个可能比赛可能在中段啊 或者是在五百米六百米这个阶段 那就可能能够分出胜负 那现在刚过两百米两百五 这个已经有了一个身位的差距了 李宾杰需要追一追 是的 现在已经落后一个身位了啊 这个项目的奥运会A标是八分三十三秒三六 那在绿赛当中李宾杰和王典佳和都已经达标了 嗯 达标的选手还有侯雅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典佳和也是尽量的要远离李宾杰的这个四岛 是 两人都贴着自己的右侧来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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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程过半了 失败了 现在王典佳和已经把优势又拉开了一些 对,这个100又赢了当近0.6,300的时候是领先2秒,400的时候是266 这200就比较关键了,如果在600之前不能缩小这个差距的话,可能对于李宾杰就比较难了 那我们也希望王剑佳可能够创造好的成绩 因为这个首先他从实力上来说确实是还是稍微突出一些 他也是这个项目的这个亚洲记录,全国记录的保持者 王剑佳可的最快成绩游到了8分14秒64,保持的记录 我们也希望首先在上午的决赛当中啊,他们的成绩能够超过预赛成绩 王剑佳可,王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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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way up 为了 他又去 他又停著那首 6分16秒12 600秒 加油 现在 从游城中来说 这个差距啊 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差距 已经被拉得很开了 王剑佳和率先转身 和最后一名的差距 已经将近是50米 一个游城的差距 进入到最后一本 王剑佳和加油 现在是7分19秒35 快过预赛的表现 还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今天可能想打破纪录 不太可能了 但是应该也是 游得好 能够游进8分20秒 也是一个 这个 不错的一个成绩 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座 难以逾越的高山在面前 就是美国约有来得及 中上距离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它的世界纪录是8分4秒79 最后的倒边 成绩我们来关注一下 能不能超过8分20 8分20秒38 8分20秒38 恭喜王剑佳和 将自己预赛的成绩提升了10秒 12秒 第三是侯雅文 8分30秒82 这样王剑佳和 李宾杰侯雅文 获得了女子八百米自由泳的 前三名 恭喜三位 我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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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升号 于此三百米自由泳决赛成绩 第一名 王浅佳和 辽宾浩山 8分20秒38 第二名 李宾杰和北泰达 8分25秒31 第三名 王浅佳和 辽宾浩山 8分30秒82 好 让我们暂时从紧张的比赛氛围当中啊 来休息一下 好 我看过八分米自由泳的最终成绩之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男子一百米蝶泳的颁奖仪式 孙家俊 孙家俊 红金泉 陈俊儿 我们先来再回顾一下男子一百米蝶泳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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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通过漫进回放 也是欣赏到了 男子100米蝶泳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男子蝶泳这个项目 我发现就有蝶泳的运动员的身形都更壮实一些 尤其是腹背肌就会比较厚 可能与他们的这个训练还有泳资有一定关系 对 跟项目特点有一定关系 与游泳跳手与股门中心指令 知庆明室肖 青岛金王集团资本命运的经理 肖南亮室肖 获得第三名的是陈俊儿 广东 第三名 陈俊儿 来自广东队 获得第二名的是红金拳 浙江队 获得银牌的选手是来自浙江队的红金拳 获得第一名的是孙家俊 魔鬼套杀 冠军孙家俊 还是恭喜孙家俊啊 获得了100蝶泳的冠军 那么在这个月底 西安啊 还有一次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补卫赛 那像这次比赛可能差一点打一标的选手啊 还有这么最后一次机会 在四号的比赛当中 陈俊儿是拿到了200蝶的冠军 当然他也是很可惜跟A标还是差了一点 1分56秒77 当时是也是差了A标不到0.3 不要遗憾我们男子蝶泳的选手啊 还是希望在下一战的比赛当中能再努努力 再冲击一下好成绩 好 结束了男子100蝶的颁奖仪式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回到赛场中 下面就要进行的是男子50米自由泳的半决赛 男子50米自由泳的半决赛 有请第一组运动员入场 运动员介绍八道林家鹏广东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的参赛选手 八道来自广东队的林家鹏 预赛成绩23秒28 一道迈昆豪广东 一道迈昆豪同样来自广东队23秒14的预赛成绩 七道广东队的王小川 预赛成绩23秒10 二道朱孙孝来自上海浩沙 预赛成绩23秒09 六道杨金童天津号沙 六道杨金童天津号沙 预赛成绩23秒05 三道赵新建往今号沙 三道赵新建广西号沙 预赛成绩23秒整 五道张周建浙江队 五道是来自浙江队的张周建 预赛成绩22秒84 张周建刚好也有完100米低语的决赛 四道黄俊毅往后 四道是广东的名将黄俊毅 预赛成绩为22秒63 半决赛这一组 有四名全都来自于广东队 在短距离自由泳项目当中 广东队还是有集团的优势 因为选手比较多 第二组也会有两位选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组的选手们表现 因为50米出发是在其他项目的 就是抵达的终点 所以是一个反向的竞赛 对 在对面出发我们说起来是 节奏会非常快 反应10.50.6 张州剑22秒64 两斤筒22秒77 把四名选手游进了23秒 这会儿我们再看一下虞赫心 虞赫心在100次比赛当中是很遗憾 没有能够 进五前三 对 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奖牌 但是他在昨天50米自由泳的 预赛当中是游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21秒83 非常接近于他保持的全国纪录 我们看到 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 第二组的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会儿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有请第二组运动员入场 运动员介绍 八道 胡奕轩 江西号沙 八道来自江西号沙的胡奕轩 预赛成绩23秒17 一道 和建兵 一道 和建兵 来自广东队 预赛成绩为23秒10 七道 刘绍峰 山东号沙 七道来自山东号沙的刘绍峰 预赛成绩23秒10 二道 二道王浩宇来自河南周克 预赛成绩 预赛成绩为23秒09 六道 六道 五道 五道王长号天津号沙 五道王长号天津号沙 预赛成绩22秒66 四道 四道 四道全国记录保持着于赫心 广东队预赛成绩21秒83 距离他保持的全国记录21秒79 当时只差0.04秒 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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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